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癌症病人可以吃什么 不可以吃什么 坊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癌症病人不可以吃鸡 不可以吃鱼 甚至有人提出什么都不可以吃 要饿死癌细胞 从几个方面都知道癌细胞是喜欢鸡 癌症病人不应该吃鸡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 他们都注重日常的均衡饮食 就不会有什么食物特别不能吃 或者可能要求他们多吃 中意来说有些食物 如鱼 瘦肉 蛋 奶类 适量的 配合体质之下可以吃 坊间亦有很多关于癌症食疗的偏方和书籍 例如这一本就鼓励别人吃素 这一本就鼓励别人多吃苹果 而这一本就说椰子油有防止癌症功效 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癌症病人在选择饮食方面 究竟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selection 这个地方 放起屋汁 加入冷藏压麻糬油 用搅拌机打在一起 就是其中一个偏方 煲位食调来自德国 炎耗心顺不已 自己自己都跟足 他说将这两样食材打在一起 会产生一种水溶性蛋白质 可以令细胞回复健康 而癌症病人在接受这种食疗期间 不可以食肉 糖、鸡蛋、咖啡和煎炸食物 它改变了你整个环境的时候 癌细胞它不可以生长 它自然被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强大 它就将那个癌细胞吃掉 它消化了 瘀了它出来 身体便自然健康 用捕围食疗的时候是不可以食肉的 为什么不可以食肉呢 根据很多方面的医学的来源 都知道癌细胞是抢肉吃的 如果肉入了身体之后 普通的细胞是抢不够癌细胞的 从传统医学角度看 这种食疗方法又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如果说用一些食疗 或者刚才说的捕围食疗 其实在一个医学的层面上 就没有一些实证的医学 去证明它有效 或者可以杀死癌细胞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要完全不食肉类 完全戒掉糖 戒掉碳水化合物 其实这些会令到病人身体很虚弱 我都见过一些病人来到 不见了十几公斤 我问他原因是因为戒口戒得很厉害 其实这个很明显令到身体更弱 其实会适得其反 从中医的角度看 芝士有氧胃益气的作用 而阿麻纸油就可以通便 中医都很讲平衡 即是范围食疗也好 体质也好 主要拿到平衡 某一样食物太偏太多 都会损害身体 坊间亦都有人提出饥饿法 说可以饿死一些癌细胞 不过营养师就不认同这一套理论 他们这种不吃那种不吃的了 其实他们会觉得可能用肌饿方法 可能会饿死一些癌细胞 但其实来说是绝对没有这个用处在这里 因为其实如果你用肌饿的方法来说 其实日常的身体的正常运作都做不到 都维持不到健康 那癌症病人到底可以吃些什么 选择食物的时候又有什么要考虑呢 今天我们就和营养师Bernice 来到街市这里 找一下究竟有什么食材 适合癌症病人吃 其实癌症病人 选择生果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 他们有什么要吃的 其实来说 他们选择生果来说 其实跟一般健康饮食的模式都没有分别的了 那譬如来说他们可以选择橙 那譬如橙一个丰富维他命C的食物 那而且来说他们我们进食的时候 通常都会去皮的 那可以减低了可能一些细菌的感染那些东西 那另外可能选择一下苹果 那苹果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丰富的纤维在里面 有什么生果的例子 例如年龄是要尽量避免的 那什么生果呢 那来说呢 譬如现在的士多啤梨或者车梨子那些 很多时候我们进食的时候都不会混血 独特去撕皮的 所以譬如特别在做电疗的时候花疗的时候 他们的白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就少些进食这些食物 那有没有说有什么蔬菜是要避免吃的 那其实就没有特别的 那最重要是看回他们 譬如做治疗期间的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要手术 那可能他们做一个抢脑的手术 那他们有些可能高纤维的蔬菜可能避免进食 又或者来说他们可能经常有些胃气胀的时候 那比如胃气胀的时候的话 你说对于譬如是西兰花、姜、蒜头 或者青红椒那些食物就尽量少点吃 因为他们比较滋气的 那令到他们可能会有整天肚风的情况出现 很多病人就担心 就是说鸡有刺激素不敢吃 那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吃鸡的 其实绝对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 那因为香港来说 这个打针鸡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的了 那其实鸡肉来说 只要我们去皮去脂肪 其实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食物 那你说对于可能伤口的回复 会是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地方 癌症病人可能因为接受化疗的关系 没有胃口吃东西 营养师就建议小食多餐 病人平时也可以做一些营养丰富的小食 例如是营养奶 燉蛋 或者是煎鸣链等等 煮链链的时候可能加一点火腿 加一点芝士 加一点牛奶 可以令到那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更加丰富 例如火腿有点红红的色 蟹柳有点红红的色 令到那个鸡蛋的颜色会更加漂亮一点 可以吸引到癌症病人 他们可以进食更加多的分量 油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热量 当然你说对于一个的癌症病人 因为他们可能刚刚要做完手术 他们需要更加多的热量去补充的时候 那适量的油份是一个好事 那就不需要太担心 是否只是可能蒸的食物 煮的食物 中医也都认同 癌症病人并不需要特别介口 但要避免进食一些肥腻 和煎炸的食物 一般来说 越新鲜的食物 越有营养的食物 都会建议它食用的 可能在很多人有些谋误 以为化疗期间少吃些肉 肉不好 但是很多人就戒掉肉 以致它身体营养不足够 其实适当的蛋白质 中医来说 可能有些食物 如鱼、瘦肉、蛋、奶类 适量的 又配合它的体质之下可以吃 中医也提倡 用中药材配合癌症治疗 病人可以将中药材 加上其他食材来煲汤 味道会好一点 除了可以最常见的 我们会煲一下汤水 煲汤水的时候 比如一些药材 加些瘦肉 或者加些质鱼 等等下去煲 亦都可以配合 加些米下去煲粥 作为一个食疗的调理 亦都是有帮助 而患有不同癌症的病人 适合食用不同的药材 好像这个一样 有挡心、不期、淮山 可以补气 适合一些唏嘘的病人 例如是腸癌和肺癌 至于这个 淮山、合图、磁室 就可以补肾 适合一些患有肾癌 浅烈鲜癌 和小便比较频密的病人 而田七和洪心 就适合一些晚期病人 有活血的功效 其实无论是癌症病人也好 健康的人也好 最重要都是均衡饮食 偏重任何一种食物 又或者什么都不吃 对健康都没好处 未经许可,不足够的阅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